大家好 我是丹妮 今天的主題是史拉幣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獲得新招式 飛夜風暴這一招的史拉幣 史拉幣對於常打對戰的玩家而言應該算是非常陌生的 因為其實他的出場機率並不算特別高 本身擁有的念力雖然是很好用 但是大招的組合上來說 其實對付目前主流的鋼系寶可夢的時候相對的就處於弱勢 所以他在對戰中的出現機率相對的也比較低 但是獲得了飛夜風暴這一招非常好用的一個招式之後 我們今天就來實測一下 史拉幣到底能夠在超級聯盟打出怎樣的結果 至於我們今天的配陣上來說 我們先防止遇到獵劍鹰的情況 我們配置的是地龍阿波 再來得失我們的安全牌順位角色就是我們的過多人 過多人本身是怕格鬥系的 但是他因為擁有雙倍瘋狂的關係能夠打剛系 所以我們如果在安全牌切換的時候 可以逼出對手的格鬥系出來再讓史拉幣來練功算是我們的一個策略 那麼我們就進入今天的對戰吧 今天的史拉幣首隻先來一場順風 我們先看到的是文香勇士 文香勇士的話有格鬥系的關係 所以我們念力打格鬥系是增傷的 然後對手配這個小招式泡沫 所以他的訓練表現並不算太好 但是他這邊稍微磨一下 以為他是要放一個鼻咚拳在換角 不過殊不知他直接換上來了 換上來的是噴火龍 噴火龍的話我們選擇的是帝王拉波 我們這套陣容如果在對手換上火系角色的時候 帝王拉波就可以針對了 但是這邊我們蠻想賭一下他是龍爪 結果對手直接放爆炸烈焰了 雖然我們本身是水系啊 但是因為鋼蟹緣故 所以這個扛火系招式是平傷的 所以爆炸烈焰高傷害的情況 就讓我們帝王拉波直接向場 這邊是有點小失誤的 不過沒關係我們繼續看下去 當然遇到噴火龍我們不能再選擇讓史拉比上來 所以這時候選擇我們的最後一隻過動員上來來打這隻噴火龍 然後因為對手這邊氣量上不足啊 一定會是龍爪 所以我們這邊先選擇不擋 我們這場的話把盾留給後面的史拉比來用 對手派上來的他最後隻角色是毒窟花 毒窟花是毒跟格鬥嘛 毒跟格鬥這個屬性的話會被超能力系給雙克 所以我們等一下史拉比上來可以拿來練功啊 對手的這套陣容來說的話有兩隻格鬥系 算是我們史拉比是賺到的 因為本身念力就可以打格鬥 是我們這套陣容能夠應付的部分 然後這時候因為我們換角時間還沒好 所以讓郭導演持續K下去啊 然後放出一個泰山阿鼎之後換角時間好了 可以看到一下的念力幾乎快要打殘了這隻毒窟花 當然他血量剩下一點點的情況下還能夠除招 這邊算是有點小虧啊 所以我們這時候必然要繳盾了 無理炸彈 草系是蠻怕毒系的招式 所以我們這邊必定要繳防護罩的 然後對手的溫像是其實他的氣量上已經滿了 一出來應該會使用一個冰凍拳打我們的草系 然後我們的最後一盾逼不得也要繳出來了 那接下來就要看我們能不能在他再次使用一個冰凍拳之前 把他用這個念力把他K下去 而對手目前還有一盾啦 所以我們先選用一個精神強練 把他的盾給破掉 然後接下來的話念力到底有沒有辦法呢 可以看到念力的出招速度真的很慢 雖然威力算是不錯啦 但是有兩次的機會都讓對手3D出招了 這邊算是念力一個缺陷 然後對手平衷拳可以看到我們的這個史阿比阿 扣掉半條血量 還扛得住之後 念力的傷害要打到我們就拿下這場勝利了 然後我們進入第二場 第二場是草系的內戰 但是草系的內戰的話 妙花花本身是有毒系 會怕超念力系的招式 所以我們這邊念力其實打這個 妙花算是有效的 對手同樣是扛不住啦 他選擇火系上來的時候 再次遇到我們的帝王阿波 列艦目前算是很多玩家 喜歡拿來當作第二順位安全牌的角色 所以如果我們在順風的情況下 用史阿比比退對手的情況 對手八九不離十就會切火系上來 大概就是目前這狀況 所以我們帝王阿波是這一套陣容在順風的必要角色 然後我們這邊先擋一下他的炫驗息 我們從剛剛的爆炸電那邊看到 其實這個帝王阿波在扛火系傷害 並沒有到非常理想 所以我們這邊先耗一盾 OK的 這邊槍上很足 然後對手當然的是派出了妙花花 妙花花再次上來的話 其實帝王阿波這角色 對付妙花也是OK的 我們本身擁有著轉這飛行系的招式 加上潮汐刀我們是平傷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跟他消耗一下 好第二個著轉 欸不過對手先出招了 這邊可惜 那我們就得讓這個帝王阿波下去了 保留一盾給後面的史阿比所使用 好這邊帝王阿波就下場了 攻城身退啊 然後這個史阿比再次上來 用練力持續K到妙花花身上 不過妙花花他本身啊 騰編這個招式啊 蓄能表現非常好 所以他又出招了 有可能是污泥炸彈 所以我們先擋 結果對手放出來的瘋狂之武 這時候我們盾沒了 然後對手換角色了 換上護城龍上來 因為畢竟我們連小招的傷害都打那個妙花很痛啊 他一定得讓護城龍上來了 護城龍在打超能力氣算不錯 剛能夠扛住超能力啊 然後這邊我們放出了新招式 飛夜風暴打在這護城龍身上 是平傷的一個效果 但是你可以看到護城龍的彈度非常優異啊 打下去之後他只有半條的傷害量 所以算是還好而已 並不是飛夜風暴的傷害量不夠好 而是護城龍本身太硬了 但是對方的護城龍看到過狀磊上場之後就中立了 我們就穩穩的拿住了勝場了 OK我們進入下一場 這場遇到的葵甲鳥 葵甲鳥的話是我們這套陣容比較難打的部分 所以我們這邊先換角 因為草系會怕這個葵甲鳥的飛行系 換上過狀磊之後對方直接換角 換上來的是這個瘋妖精啊 瘋妖精其實在超級弱不常見 然後因為我們雙倍風暴打妖精系是減傷啊 所以其實瘋妖精的殺傷力會比起我們的過狀磊來得強 而我們這邊只能不斷地使用太三大頂去逼迫他 地下太三大頂是對手直接防住啦 然後其實我們這邊續氣的程度會比對方的瘋妖精來得快 所以我們持續的第二個 過狀磊這角色其實算是蠻厲害的 因為他本身一般系只怕格鬥嘛 但是他雙倍風暴或者是太三大頂都能給對手不錯的一個效果 所以其實算是一個非常好用的第二順位安全牌的角色 而且如果我們在逆風的情況下上來的時候 對手如果切格鬥系算是中我們的意 就可以讓我們的史拉比如果再次上來的時候可以拿來當練功的對象 然後你可以看到過狀磊這邊直接逼迫對手的瘋妖精直接吃兩盾 算是這邊小賺到 所以我們目前有兩盾的情況下打起來就比較輕鬆一點 然後這時候我們先保住一下史拉比的血量好了 畢竟有兩盾嘛 不要浪費 直接保了 結果對方使用大槽架 這邊小虧喔 因為本身草能夠抗草 如果沒打的話這邊會是比較好的 然後接下來的話我們用練力直接把對方的瘋妖精請下去之後 再次上來的是潰加鳥 然後我們在他攻擊出招之前我們先換成帝王阿波上來 目前有一盾打著潰加鳥 然後對手想要一個切腳擋招看起來是擋到了 上來的角色是我們這個帝王阿波剛系本身很怕格鬥系的過動員 但是過動員不是格鬥系啦 是他本身的小招式雙倍奉還這格鬥系的招式 從傷害量來看的話 其實帝王阿波好像是有辦法拿下這一隻過動員的 然後這邊的話 當然認為我們的盾想要保給史拉比啦 但是殊不知這一保阿 我們帝王阿波其實向上有點足就這樣下場有點可惜啦 史拉比一上來之後直接一個練力K掉郭忠元 但是要面對他的潰加鳥 目前潰加鳥的血量至少還有三分之二阿 我們到底有沒有辦法用精神強烈去壓破他 畢竟潰加鳥本身是飛跟鋼 能夠雙抗草系的飛葉風暴 使用飛葉風暴的話 而且會讓自己的攻擊下降這邊有點不太划算 所以一定只能使用精神強烈的 然後對手使用第一個招式我們這邊盾直接把他擋下來 能不能放到第二個精神強烈這邊會很關鍵啦 如果放不到的話這一場應該就輸了 哇 比如說我對手使用一個連續出招的概念啦 那這邊的話我們史拉比就吃到他的招式就會倒下 這場比較可惜 如果我們剛剛把盾繳給帝王阿波的話 說不定還是會被這個魁加鳥 用連續出招的方式給解決掉 所以這場其實在逆風的情況下有點難拉回來 但沒關係我們進入下一場 這場的話史拉比穿的力氣遇到會 所以幽靈系招式的卡比獸我們直接換角 換上郭忠仁上來 再次讓郭忠仁上來 對手這時候切出來的是盔甲鳥 盔甲鳥雖然飛行系的招式打郭忠仁傷害並沒有到特別好 但是因為我們的招式組合裡面可以看到 泰山阿鼎或重壓打在盔甲鳥身上 傷害量都會是減傷的 所以整體上來說我們在大招這邊是有點吃虧啊 但是我們持續的K下去 因為其實郭忠仁的角色非常煩人的地方在於 雙被鳳王五下配一個泰山阿鼎 其實出招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而我們這邊選擇不讓郭忠仁犧牲掉盾 然後持續K下去 好我們擊倒兩個泰山阿鼎了 雖然泰山阿鼎打剛減傷 但是如果持續出招的話 其實傷害量也是不錯的 好第二個泰山阿鼎 對手持續沒檔阿 但是他殊不知我們這邊泰山阿鼎又好了 這個下去的話對手是不是也絞盾阿 如果他要順位的話 OK對手葵家尿果然角盾阿 然後接下來就看我們能不能再使用一個泰山阿鼎 如果可以的話 這邊就賺到了 可以看到葵家尿還沒萊德基出招 我們郭忠仁先出招了 郭忠仁算是非常煩人阿 剩一滴血 逼迫對手一頓 然後我們這邊稍微的把風向給拉回來了 然後對手這時候上卡比獸 我們讓史阿比避開了卡比獸了 然後讓我們的地王阿波上來 地王阿波這時候上來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傷害量是比卡比獸來的優異阿 但是卡比獸本身有滿力的關係 所以我們還是不能大意 然後這邊的話是必得絞盾的 因為吃到滿力的話直接下去 等下史阿比打卡比獸相對的比較吃緊阿 對手也知道這狀況我們開盾的機率很高 所以他先用一個泰山阿鼎去逼迫我們一個盾 這邊算是對手賺到了 然後我們的第一個江水炮 對手擋下來了 然後接下來的話 其實這時候是可以切腳擋招阿 如果我切史阿比剩來的話就是賺到了 但殊不知我們這邊還有一個盾 所以先不用切腳擋招持續的K下去 然後對手換角換上捲魚王上來的話 這邊有點虧阿 捲魚王這時候上來阿 雖然可以看到草系打捲魚王算是非常好 但是因為我們招式組的裡面 練力這招式本身的訓練表現並沒有太好 而且打這個捲魚王並沒有到增上的情況 加上本身史阿比我們今天配置的招式的能量需求都比較高阿 所以我們上來同時上來的情況 對手的尼巴射擊續能比我們快 導致我們這邊沒有按照招式就下場阿 所以我們的史阿比在這一場算是被練功直接練下去阿 完全沒有想到他作為一隻會是一個捲魚王阿 史阿比目前的缺點就在於 如果你這樣配招的話 可能能量需求比較高 會像剛剛的情況 雖然在屬性上優勢 但是還被這個捲魚王 直接幫我學K下去是比較小可惜的 然後最後對決的情況下 卡比獸剛好殘血收掉我們的地王阿波 那一場算是有點小可惜阿 OK那我們進入下一場吧 這一場的話史阿比遇到賭庫阿 賭庫阿是被創人力雙剋阿 所以對手沒辦法扛就直接換腳了 換上皮可西上來 皮可西也是我們地王阿波想要遇到的對象 因為我們地王阿波本身鋼嘛 鋼能夠抗藥精阿 所以這時候皮可西的話就會被我們的地王阿波給請下去 然而在他準備出招之前我們的將水炮先好了 皮可西遇到剛系阿幾乎是沒者的阿 我們只要稍微算一下他準備出招的時候 我們再出招這邊還是佔得優勢阿 但是可以看到其實我們這條陣的後面兩隻都是怕格鬥 其實就是要引出他格鬥系的寶可夢 讓我們的史阿比能夠帶出整個風向 這時候這個獨庫阿上來的時候 我們的地王阿波還有辦法放一個招式 算是最理想的 逼迫對手使用一盾在下場 因為現在獨庫阿他氣氧上應該很足阿 等一下我們史阿比一出來他馬上就會出招了 所以雙方的盾是相同的 這邊算是平手 這邊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對手換角時間換太快了 他目前是還沒有辦法換角的 所以獨庫阿直接燒兩人練力就下場了 非常之可惜阿 直接被我們史阿比練功了 哇然而他最後的角色竟然是大比鳥阿 大比鳥這角色的話 其實能夠打草系的史阿比 算是還不錯 而且他的小招好像是配置起風的樣子 然後這邊史阿比就放一個技能強力之後就換角吧 換上過動人上來 大比鳥這個角色的話他是飛行跟一般嘛 其實格鬥系打他的話是平常的 所以整體上來說我們的過動人打這個大比鳥是OK的 然後過動人上來的話 只要K到一個泰山阿頂 這隻大比鳥就得下場 好接下來的話我們就直接出招吧 起風的小招的一個特效也蠻帥的 是在對手的一個周圍阿 產生一個旋風還蠻酷的 起風這招式其實他本身的一個 蓄能跟威力的表現上來說是跟練力相反阿 但是他的出招時間也是蠻長的 比較可惜的是大比鳥本身就只會飛行一隻招式阿 那在對戰中使用的話 在對戰的一個屬性上對抗來說是比較尷尬一點的 那我們進入今天的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史阿比的對手是坦克臭用 而且是暗影版本的 我們先看一下小招好了 喔小招好像咬住喔好痛阿 哇直接被他啃了五分之一的血量阿 那我們就切我們的這個安全牌 過動人上來 過動人上來準備要出泰山阿頂的時候對手剛好換角了 好對手的角色 哇是突依娜 他是一個雙二流的陣型阿 這兩隻配陣上來說蠻有趣的 雖然本身都是二系阿 但是都不怕雙倍奉還這格鬥系的招式 因為飛行系能夠抗這個格鬥 然後另外一個坦克臭用本身的毒系能夠抗格鬥 所以我們現在過動人上來阿 其實打這個突依娜其實也是還好而已 但是我們這邊出招速度比對手快 因為對手配置的是空氣斬並不是大聲咆哮 所以我們這邊過動人可以適時的去逼迫這一隻突依娜是沒有問題的 好我們把他擋下來了 先耗一盾 然後對手沒來得及出招 所以我們這邊先抹一下 再補一個泰山阿頂 過動人基本上來說是有辦法把對手直接耗掉盾 或者是拉回整個風向 可以看到我們這邊泰山阿頂 適時的讓對手也攪盾了 然後這邊出招比較快 再補一個泰山阿頂 就看對手是不是要攪盾 拿一下順位 還是要讓我們的過動人直接把他潛下去 OK 我們這邊適時的把對方的突依娜逼下去了 而且雙方的盾是相同的喔 然後他再次上來的角色是個瑪麗露莉阿 瑪麗露的話我們並不能直接切這個史拉比上來 因為他的坦克臭右阿 如果看我們史拉比一上來 他馬上就會讓坦克臭右上來啃死我們的史拉比 所以我們一定要讓過動人直接下場 然後史拉比這時候上來 目前還有一盾 所以不用怕他的兵風光束 說實在我們今天的配置招式是 技能強練跟 飛夜風暴這兩招 他本身的能量需求都是比較高的 練力的訓練表現 是不錯 但是沒有到非常好 所以可以看到 有時候你在操作史拉比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出招速度真的非常慢 然後當然認為對手會一個擋切 殊不知我們多按一下之後 對手來擋切啦 這邊有算足我們的心理戰 所以這飛夜風暴直接可以到坦克臭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傷害吧 直接請掉了剩下半血的坦克臭右算是還不錯 本身毒系的坦克臭右應該是能夠抗草系的飛夜風暴 但是我們這邊要在屬性上的加成 以及本身飛夜風暴的基礎傷害很高的情況 就把他壓下去了 算是還不錯的 然後對手馬力上來的時候 直接想要一個招式請掉我們的史拉比 但是我們這邊的帝王拉波適時的切上來了 帝王拉波在打這個馬力算是還不錯 因為我們知道馬力本身的招式是有水系、冰系以及妖精系 打在帝王拉波身上都是會減傷的 但是帝王拉波他的招式裡面 雖然江水炮是會被馬力的水系減傷 但是卓鑽他本身這一招是能夠打擊馬力的 所以帝王拉波在遇到馬力的時候相對的就安全許多的 那馬力剩下的血量我們應該盤撲就可以直接把他點掉拿下這場勝利了 那麼來做一下總結吧 史拉比雖然是第二代的幻之寶可夢 但是他的出場機率其實比起其他幻之寶可夢而言相對的比較低 但是我們在獲得飛夜風暴這個非常強力的打帶跑草系招式之後 相對的他的出場機率就可以提高許多 但是他的缺陷其實還是有的 如果你跟丹尼一樣選擇飛夜風暴當作史拉比唯一的草系大招的時候 出大招的時間相對會比較慢一些 但是本身史拉比其實還是有短能量的招式 就是種子炸彈這一招 但是種子炸彈在我們的飛夜風暴出來之後效率值其實是差很多的 所以玩家如果想要用史拉比當作對戰的角色的話 在種子炸彈與飛夜風暴的招式選擇裡面就要進行抉擇了 至於今天搭配的過動員以及帝王拉波 算是跟史拉比的相性非常之溫和 有興趣的玩家不妨可以參考這套陣容進行對戰喔 那麼本部影片就到這囉 也由於目前的對戰影片需要消耗非常多的資源 所以丹尼在這邊甄選一下影片 如果你有非常精彩的對戰陣容 或者是冷門小知識以及極限挑戰的團體戰等影片的話 可以提供給丹尼除此之外 如果你是對戰影片的話 建議是提供7場以上讓丹尼可以進行篩選一下精彩的對戰 除此之外你要同步提供IB及角色的招式 然後玩家所提供的影片會經過篩選審核之後 成功的話會告知玩家有上片的機會 影片上傳的部分的話 之前有說是在Google雲端或者是YouTube 但是發現YouTube的畫質可能比較不太清晰 所以這邊建議統一選擇Google雲端會比較好 這邊也有附註一下要怎樣進行上傳喔 另外玩家如果從事YouTube頻道或者是活動需要宣傳的部分 也會在影片裡同步介紹 所以我們這邊就小小的招募一下囉 玩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寶可夢相關的資訊 不妨可以訂閱丹尼的YouTube頻道 或者開啟小鈴鐺 就能夠在第一時間獲得更多資訊之外 想跟丹尼有更多互鬥的話 也能夠加入丹尼的YouTube會員 目前有分為粉絲會員以及好友會員 福利各有所不同 玩家能依照自己的需求而選擇不同的方案 您的每一個小小支持都會化成丹尼做影片的原動力 那麼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